有请 男嘉宾小周 22岁来自江苏学生 女嘉宾小林 22岁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的社团非常神奇 这俩也是一个社团的 你们在社团上干嘛的 我是社校广播站的 社团就是播音社团呗 差不多 平时也有一些活动什么的 这个嗓子 学校广播站的 您呢 也是 对 我是后加入的 后加入的 后加入的 后加入的校团广播站 你的这个条件却是没他好 是因为喜欢他的声音 所以喜欢他这人吗 不是的 是我先追的他 后来呢 后来打一块之后 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 他认为我太偏激了 他不理解我 行 慢慢说说达成理解争取 从哪开始说起啊 小伙子 嗯 那就 我先说吧 就是他之前特别温和 性格也挺好的 对我就是方方面面都挺能照顾到的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特别敏感 之前吧 我仅仅只是想让他换一种穿衣风格 因为我觉得他吧 太瘦了 然后穿那种运动装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让他换一种就是比较英伦风啊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他因为这件事情就跟我吵架 这有啥吵的 换呗 其实这件事吵架的根本不是要换衣服 而是因为别的 就关于他的前任 我是一无所知 我也不太想去知道的 但有一次我们聊天嘛 就聊到他前男友了 他就把他前男友照片给我看 我一看才发现 原来就是想把我变成他前男友的替代品 嗨 你想多了孩子 是前男友就英伦风吗 是因为他也是那种穿衣风格 但是并不代表我还喜欢着我前男友呀 就是嘛 可他手机里还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想让他删了 然后他就不删 要跟我吵架 删没删现在 但是后来也删了 他因为这件事情 跟我吵得不可开架 我真的是放下了嘛 他单纯地存在我联系人微信里而已 我没有跟人家说联系 也没有怎么样 你是觉得男生太敏感了 是吧 对 你是无心之举 但是男生认为你是有心插柳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明白 还有别的吗 之前就是我不是那段时间 经常会速身嘛 然后会去健身房 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关注了 健身教练之类的 他因为这件事情也跟我吵起来了 这有啥好吵的 这个其实很正常吧 就是假如打个比方吧 是我 我经常去看待一些 倍儿好看的啊 长得特别漂亮小姐的视频 然后被女朋友看到了 女朋友去生气 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我 这干嘛要生气 不是这还要生气啊 为什么要生气 吃醋啊 你吃什么醋啊 你吃什么感情 他就觉得 我觉得他就喜欢那种块大的 行 我明白就是 他是吃那些教练的醋 是的 是的 没什么呀 吃醋也很正常 正常 但是他特别过分 我不是那段时间经常去健身嘛 因为是私人教练 所以他就会给我辅导一些动作之类的 他也说也没说 就来找我了 然后 我是说都没说吗 那件事是这样 就是我们本来约好了 周末要出去看电影 然后要出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就说叫他咱们去看电影 他就说今天我不去了 我在健身房呢 我不想去了 然后我想你在健身房呢 我去看你的健身房 都咋锻炼了呗 我一看私教 就在那会儿给他指导一些东西 那私教一看就不像啥好人 你看到了什么吧 就那手啊 就放这儿啊 放那儿啊 什么的 然后就上去找那个理论去了 找谁理论 就那健身教练 你看他就这么想我 然后呢 咋理论的呢 我当时就说 哥们儿 你这手往哪儿放呢 这我女朋友 你注意这点 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他上来差点就要给人家动手了 你说他这么瘦 眼镜的框那么大 要是真打起来 你看他是哥吗 而且特别激动 特别冲动 我激动的原因 还不是因为喜欢你 威了你吗 但是你说 我怕你受欺负 我觉得特别不理智 就任何 但凡稍微成熟 他说了什么呀 他上来就跟人家就 说你干什么呢你 你玩哪儿摸呢 就这样 特别过分 就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然后我连忙连忙解释 给他拽走了 你说这要是真是 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实际上没有办法想 我也不太懂啊 我也太冲动 这是这个做健身对吧 就是那个教练都摸哪儿了 你能那个说一下吗 就是往腰啊腿啊 他在做什么辅导动作 就是辅导我瘦臀 这儿 对 是会摸到一些 所以我不找男性的健身教练 是真的是 因为他要塑形的时候 有很多他为了让你找到 那个动作的位置 那个感觉 女性教练会完全就告诉你怎么做 或者告诉你哪儿使劲 就会嘟你那儿 就说你认为这是正常 相对来说是正常的 相对来说正常 但是看每个人的这一个标准 明白 真的女生吧 女生你觉得那个男教练 他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让你不适 不舒服 肯定是不会啊 因为如果他对我而做很过分的事情 我也不会 那就不算 那就不算 对 是的 因为这是有标准的嘛 但是他太冲动了 他觉得我不给他留面 你说哪怕跟我说一声 提前说一声也好 事儿不都说了吗 还有别的吗 事劫就来了 像这种冲动的事情 都不是一次两次的 还很多是吧 对 他还做过什么事啊 我就是比较喜欢出去兼兼职啊 多给自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 然后呢 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整形医院兼职 然后去做销售助理 然后他 我就特别不喜欢他去那整形医院 我怕他被那个整形医院给忽悠着 也给自己动了点刀子 然后就不太喜欢 但是他特别过分 那天晚上当时加班 他就跟我说都没说就冲进来了 就跟人家主管 就说了一个特别特别过激的话 因为人家整形主管 脸上多少回动刀 就可能会为了美嘛 他就调侃人家容貌 说啥 很过分 说什么人家舌经脸呀又怎样 然后一气之下 还把我给拽走了 那天啊 咱们是不是约好了 一大帮的人就等你 一块去吃饭 你一个电话过来 我今天要加班我不去了 然后我想着去那块 就给你问问 你晚上吃啥 就给你带着东西 结果那主管 就有点像瞧不起我们 大学生的样子 就有点开始挤对我们 我一看你那脸 我也就怼了他两句 你这不对 我觉得你就相对比较过分 他在工作呀 人家在工作呀 当时是有那么点冲动 哪怕过来跟我输一说都行 或者跟我教育 这坚持还有吗 太冲动了 没了 再就再也没做我 哪还敢去呢 是 人家心里也不舒服 对呀 这种事他干得很多是吗 对 就很偏激 我实在特别特别无奈 所以真的是 我听教练的这件事 不都是为你好啊 我为你着想啊 不是 你还为他着想了什么事 让他觉得不舒服了 就我想着问家里要钱 去开个奶茶店 正好有两三个朋友 也都有这个想法 就开了一个 然后想把他身边 叫过来一块帮帮忙 也别去兼职了 兼职怪辛苦的 然后他也不同意 你还好意思说 你那个奶茶店 你说你那奶茶店 开成什么样了 天天赔钱 那到最后一天 能卖出去几杯呀 还硬开 刚开始不挺好的吗 是 刚开始挺好的 那我当时我劝你 你也不听 我怎么说你也不听 你又不懂做生意 你说开点新的产品也行 他天天就开着空调 在里头打游戏 玩游戏 就浪费时间 特别 我觉得你比他明白多了 那他开这奶茶店 还有拴你的意思 是这意思吧 对 反正都在一起了 是的 现在这奶茶店呢 现在这奶茶店 后来有一次放寒假 都要回家过年 然后就关掉了 后来也没再开了 就败了呗 投资就全完了 对 赔了些 赔的反正是你们家的 是吧 不心疼是吧 心疼 我看你不心疼 他就恨不得 把我绑在他身边 可咱一个月 才见上四五次面 而且都是在一个大学里 这正常吗 那在学校 因为是不同的专业嘛 所以就是平时上课 不在一块 但是我觉得 两个人都还年轻 以后呢 就是时间还长着 现在应该为了自己 以后打拼 那你们关于以后 怎么打算呢 他想去生本 但我不太想去生本 专生本 挺好 然后你的打算呢 我是家里头跟我说了 就是说 要么就毕业之后 回去在家里工作 要么就让我出国留学去 然后他 我想着出国留学 他不想生本吗 就把他带着一块走了 如果他家就是 因为钱方面 不让他出的话 我家可以帮忙去 你看他多荒诞呀 他这么和我说 你知道吗 他说 我俩出国的钱 全都他家出 如果钱不过 我还跟朋友借 我这不怕你 因为经济问题 你不出去吗 但是你为我考虑过吗 我这不叫为你考虑吗 他只是考虑 特别片面 本身我父母 也不是很希望 我能出国啊 因为我父母呢 也是做我这个专业 这方面的 然后呢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对对对 你接着说 然后呢 父母是做这方面的 所以我可能 毕业了之后呢 就在父母身边 而且我觉得 我俩现在都还年轻 应该为自己以后打拼 他就想要把我捆在他身边 所以我真是太无奈了 我想一个人出国太无聊 把你叫上也挺好的呀 你看他像学习的样 带我出去不就是玩了吗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你们俩今天谁要来的 是他想来 他想分手 你想分吗 我其实还想挽留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 能遇到这么一个人 挺不容易的 你给我客观地评价一下 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很强势 强势 在外面面前就表现得 就是特别要强 女强人一样 然后有时候内心也挺脆弱的 就有一次吧 她要出去 然后本来说中午要回来的 然后结果因为是点事 耽误了她晚上才回来 晚上我就去找她 质问了她几句 结果她当时就直接 哭出来了 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原来 也是有柔弱的一方面 那你喜欢她什么呢 很多她性格大大咧咧的 和她相处在一块 特别让人舒服 而且她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是哪种类型 就是笑起来特别地甜 你喜欢她什么呀 她很细心 就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很照顾到我的情绪 男生喜欢的是女生的大气 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细心 男生喜欢的是女生的一个甜甜的笑 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照顾 这个倒是还挺贵味的 现在女生可能觉得 男生有种种的这样的事 让她心有点拿不定 再加上可能又面临着毕业 对吧 男生希望出国 女生还有其他的打算 所以来咱们这儿了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小林 我问一下 你们两个一个大学的 为什么一个月 才只能见四五次面 听起来像异地恋一样 这个因为是我在学校广播站 然后有时候有新生嘛 而且要教导一些新生 而且有时候学校要办晚会 我们广播站有一些活动 然后要去采牌啊 他不也是你们广播站的吗 他是别的部门的 我是比较主要那些部门 所以没有时间是吗 对 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 周一 另外一个呢 其实你一定是为了自己 我都是为你着想 健身教练 那是他对你图谋不轨 你会受伤害 在整形医院对你也不好 这是为他着想吗 其实不是 自己不舒服 我自己过不了我这关 我觉得我吃亏了 对不对 我们清楚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这么 理直气壮地说对方 你看我做这些行为 都是为你 不是 我也跟左岩老师 一个想法 在一个学校里面 才四五次一个月的见面 我们就算 但是十次吧 周一到周五是你忙 周末是他忙 真是那么忙吗 不能一块吃个饭吗 中午也行啊 晚上也可以 想见一定就会见到 一天见上两三回 不是问题 哪怕就是你 你在上别的课的时候 我恰巧没有课 或者课间的时候 我到你的教室 去看你一下 说两句话都是可以的 如果愿意去做 一定会做的 所以反而呢 我觉得你们俩这些团人 恋情谈得太冷静了 现在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都没有爱上对方 虽然你们两个人都很优秀 就这样 其实男生和女生 虽然说即使生理年龄相当 但是在心理年龄上 一定是女生会成熟于男生的 从你们两个人 很明显地能体会到 男生还处于一种那种 小男生懵懂的状态 但是女孩对自己 未来的规划非常地清晰 而且她一看就是一个 很精明能干的女生 所以一方面能看得出 你对于这个女生 无法完全掌控的那种不自信 所以才会做出那种 种种的偏激行为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其实你没有 特别完全地体会到 女生对你的依恋 你会觉得这个女生 好像有我没我都行 这就是她独立的那一面 也就是说你喜欢她 那个大气的那一面 对不对 所以说你当初选择了她 就是你喜欢这样的女生 那你就要承担 喜欢这样女生的一个后果 她就是没办法做到 那种小鸟依人 天天依赖着你 然后你说 你跟我出国 那个你出国的钱我掏 你以为她会感动吗 她会觉得 你那是瞧不起我 所以你们两个人谈恋爱 完全没在同一轨道上 我送你一句一书的话 她说 能够说出的委屈 便不算委屈 能够抢走的爱人 却不算爱人 所以我觉得你尽快成长 追上她的脚步 那对于女生来说 就是投入到一段 恋爱当中的时候 就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心 多放在男生身上一点 当然我明白 在某个时期 有不同的侧重面 可能这个时期对你来说 需要不断地提升和进步 但是既然遇到一个 对你不错的男孩 就同样要以不错的方式 来对待他 好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并不喜欢她幼稚的骄傲 你去调替她的穿着也好 你去找男的健身教练也罢 你拒绝她的奶茶店 和出国的资金需求也好 其实内心都是有一丝反抗 是 你不是瞧不起我吗 你以为我瞧得起你 你以为你 但是今天一定要坦诚 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知道 我以前有很多做错的地方 有你做了很多 你不喜欢的事 可能因为我性格就这样 我比较小孩子气 希望你能原谅我做的以前那些 即使咱俩以后 就过了今天就不再好了 好吗 我现在真的挺乱的 让我想一想 唉 当时参加广播战的时候 你一上台一笑就喜欢上你了 一见钟情你懂吗 可现在 也许只是我单纯的一见钟情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吧 我以为他会出来的 但他没有 我估计他不会出来了 因为他确实不喜欢这个类型 好了 加油吧 小子 谢谢你 加油 请回 谢谢你